大郎封住了,你看我现在回不去了,你看一下你们赶紧撤了 14号凌晨12点一到,东莞大郎镇每条对外主要干道都拉上封锁线 还有公安助手,大批人车全都卡在街道上 对于突如其来的管制,许多民众感到错愕 一查才知道是因为当地新增两例确诊 官方不但要求全镇交通管制,还有医院紧急停诊 一夜之间火速设置了165个核酸检测站 东莞新增确诊民众初步调查是一男一女去过菜市场、美甲店和唱歌 因为两人刚去过深圳,深圳机场紧急通知 从14号开始,有14天内东莞旅居时的乘客 都必须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无感染证明 否则将无法登机 另外在这次大陆新一波疫情重灾区浙江最新调查发现 绍兴上榆区有超过20例确诊 都和当地一家菜市场有关 因为它是超市,实际上它是一个菜市场 那么这个菜市场进口的人就特别多 在菜市场里面的人跟前面所说的 只是病例举办的这个商礼是有关联的 然后又引起菜市场里面的这些摊主之间的相互的传播 除了摊商间传染,官方表示许多年长者买菜都使用现金 也是造成疫情扩散主因 目前透过监视器画面和张贴公告等方式 已经追查出多达8000人和菜市场有密切接触的人员 TVBS新闻综合报导